存了一千万进去 然后存完之后我就回去国外了 大概四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发现我的存款不见了 李女士往银行存款一千万 出差四个月回来之后只剩六毛二 银行无赖的说与我们没关系 银行不负责的态度让李女士非常的愤怒 她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钱竟然能在银行丢失 据李女士的描述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因为自己要出国去处理一些事情 所以就把手里的积蓄盘点了一下 差不多有一千多万 由于自己出国也需要资金用 所以就留了一部分在手中 余下个一千万就存入银行 李女士来到银行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开了一张新的户头 并很快就把款存入了进去 随后李女士也是前往了机场飞往国外 很快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李女士在国内的项目顺利中标 所以也赶紧回来开始了新的工作 由于新项目需要资金的注入 李女士也是想起了自己在银行存的一千万 于是便来银行取钱 而银行工作人员的一句话 让李女士当场差点晕过去 说自己卡里只有六码二分钱 没有一千万 李女士不相信 要求工作人员再次查证 结果还是相同的 这可真是癞蛤蟆长毛了 奇了怪了 银行这么安全的一个地方 怎么就能让钱不翼而飞呢 这种情况让李女士难以接受 于是便大声的质问银行人员 我的钱去哪里了 然而得到的结果让李女士更加的气愤 银行人员声称 李女士并没有权利 去了解银行资金的流动 这可真是有意思 自己在银行存的钱 没来取还能自己跑了吗 于是李女士就拨通了110的电话 当警察叔叔到达银行以后 银行人员也是立马来了一出便脸的表演 完全没有了当初的狂妄 而这也让李女士确信 这其中有鬼 美女将1000万存进银行 四个月后余额只剩下六毛钱 其余的都长腿跑了 银行表示不了解也不知道 随着警察叔叔的盘问 银行人员也是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此时一个惊人的阴谋浮现至眼前 原来李女士存入银行的1000万 被银行的一位男士维某转走了 于是警察叔叔也是迅速安排了抓捕 让维某坐在了属于他的小板凳上 很快他也是交代了所有 这次事情是他联合武汉一家信托公司做的 他们仅仅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轻松的把李女士的1000万转走了 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惊讶 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两天的时间就能转走这么一大笔钱 随后维某也是说出了他们的作案手法 首先他让这家信托公司 伪造了一份信托协议 其后就是利用自己在银行的身份 所以就能光明正大的去操作这件事情 而这次转账的账单 也是达到了惊人的五米之长 甚至于还有一天81次的最高转账记录 更可怕的则是 这样的操作让李女士一无所知 连银行扣款的短信消息都没有收到过 不得不说这家伙手段确实高明 而在维某交代的协议中 一个信息引起了警察叔叔的重视 李女士的卡是在四月份办理 并把钱存入的 而这份委托协议确实在三月份 提前了一个月之久 难道这家公司拥有了未不先知的能力吗 知道李女士要来存入一千万 除了这点外 协议上的签名也是相当的离谱 普通民众一看就知道是伪造的 更何况是长期在银行工作的人员 他们可是专业机构出身 怎么会没看出来呢 就这样让人把钱给转走了 真的是监守自盗 一点都不可信 而随着警察叔叔更深入的调查 也是再次发现了一则惊人的秘密 同时特责消息也是让李女士的钱更加扑朔迷离 我存了一千万进去 然后存完之后我就回去国外了 大概四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发现我的存款不见了 美女存银行一千万 被银行魅鬼操作 四个月回来后只剩下六毛 法庭审判 美女承担全部责任 从警察口中得知 维某这样的操作并不是第一次了 而和武汉这家公司的合作也是相当久远 维某利用自己的职务的便利和假的信托协议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盗取了2.5亿元 真是一个惊天的数字了 而这也是非常的让人疑惑 几年的时间里难道就没有人发现这件事吗 维某则表示 一旦事情败露 自己则会用各种手段给压下来 所以这几年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于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存在银行的钱已经没了 如果不是李女士的这次报警 维某可能还会侵害更多人的财产 不过最终也是和信托机构一样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那么李女士的钱究竟找谁要呢 当然是这家银行了 毕竟是他们的人员造成这样的损失 然而银行方面却表示 并不知道此事情更不会负责赔偿 这也让李女士更加的生气 直接就跟银行对驳公帕 而法庭也是相当的可笑 说是因为李女士泄露个人隐私所造成的 所以责任全部都由她承担 这可把李女士气得要诈了 明明是银行泄露了自己的隐私 如今却成了自己的过错 于是便提起了第二次的诉讼 而二审的判定也是让李女士宽慰了一点 判定银行赔付李女士450万和4个月的存款利息 虽说距离1000万人差很多 但眼下也是最好的一个结局了 不过李女士也表示会继续的追求到底 大家认为李女士最终能够要回自己的1000万吗 同样你以后还敢把大额的资金存入银行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记得关注 下期再见